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借个人第二张专辑 SHAPE 张一兴收获了三项大奖 既是鼓励也是压力 目前在筹备第三张专辑的她 还邀约了国外音乐人艾兰沃克合作 在音乐风格趋向国际化的同时 张一兴依然不忘融入中国元素 对 最近准备第三胎的音乐专辑 因为自己在做 做很多音乐 然后你得拿着有点乱 有一首歌叫麻婆豆腐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突然有点喜欢吃麻婆豆腐 然后二一个就是得换了个菜 但是还有就是因为用了很多中国元素的乐器在里面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 但是还是没有就是失去掉那个强有力的beat 说到音乐张一兴总是热情满满 对音乐的热爱可见一半 但同时他还有一个演员身份不容忽视 这既要忙着拍戏又要准备新专辑 我说一兴同学你怎么忙得过来呀 就是别人问我音乐跟影视 对我来说音乐是水 影视是可乐 水是不能避不可避不可少的呀 人类生活 对啊 就是我就是我的音乐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我只要跟音乐相关的所有东西都是 我就是特别要求特别苛刻 自从跨界做演员之后 张一兴的影视作品也是源源不断 最近他就忙着拍摄电视剧《黄金桐》 和《大名黄飞》《孙若微传》 前者他独条大梁 单纲男主角 后者搭档前辈汤维 让他受益匪浅 我已经跟韦姐拍了几场戏了 我觉得汤维姐特别美 特别也特别可爱 然后演的也特别就特别稳重啊 然后词特别多 汤维姐的词特别多 他就是非常流利的背出所有的词 就很尊敬 马上今年暑假 张一兴会有一部电影跟大家见面 就是黄渤的导演处女秀 在拍摄过程中 他更是耳濡目染了黄渤作为演员的专业素质 遇到一些事情嘛 所以他要表现那个形式 就是他表现那个有多大的 就要让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是非常的绝望的 哇 他那一下真的是把我给吓到了 我的天啊 那是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 我想去扶他 他在演戏 他在演戏 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是导演嘛 跟汤维学习台词功力 向黄渤透视表演精髓 作为飞蛤般出身的演员 张一兴甚至先天不足 后天努力 向优秀的前辈演员 努力靠起 菜鸟菜鸟 小白小白 你说这个学东西 我就是没别的 我就喜欢复制 我就会去看别的演员 和前辈们 怎么去做他们的表演 然后我觉得 那个表演是我 都被就是吸引到里面的时候 我就会学习他那个表演方式